列王纪上 第五章 耶和华使仇敌都扶在他脚下 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为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 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 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魏的话说 我必使你儿子接许你做你的位 他必为我的名建殿 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利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 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 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 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向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 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 说 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 因他赐给大魏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 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 说 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 论到香柏木和松木 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 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利巴嫩运到海里 扎成筏子 扶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 在那里拆开 你就可以收取 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 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 所罗门给西兰麦子二万戈尔 青油二十戈尔做他家的食物 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西兰 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 西兰与所罗门和好 彼此立约 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取福苦的人 共有三万 派他们轮流 每月一万人上利巴嫩去 一个月在利巴嫩 两个月在家里 亚多尼兰掌管他们 所罗门用七万扛牌的 八万在山上凿石头的 此外 所罗门用三千三百都工的监管工人 王下令 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 用以利殿的根基 所罗门的将人和西兰的将人 并加巴勒人都将石头凿好 预备木料和石头减电 也许如此 necesario 他们认为